大家好,今天网友互动吧 早上看了看新闻没有什么 还是那些差不多 不是特别吸引研究的新闻 所以那么就网友互动一下 这两天有网友给我发信息 说陈老师最近这个节目好像不正常 对吗 有很多奇怪的现象 确实有很多不正常的现象 一个当然了 一个我们可能有忙别的事情 再有现在就是有一个新的规定 从12月9号 在这个地方 在YouTube这个平台 我们已经不能再谈论拜登做票这个话题了 如果谈论拜登做票的话 就将被如何如何 有这么一个消息出来 我看其他的一些新闻也有报道 就是大家 作为YouTube上的一些平台 都已经看到了这样一消息了 也就是现在我们不能再说拜登做票了 我们要说什么呢 他给了我们一个指向 说你们要看CNN 看这个NBC ABC 你们要说拜登是美国建国以来最伟大的一个总统 拜登得到了美国的最多的选民的支持 超过了八千万 甚至超过了一个亿 你们要这样说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让你这个频道继续生存下去 好 那我们就要夸一夸拜登了 这个大家又觉得 诚老师你很奇怪啊 你怎么又夸拜登了呢 对啊 拜登是伟大领袖啊 那带领美国走向未来 美好的未来多好啊 美国人民真的是这样认为吗 这个乱了 现在在美国这大选 我跟你讲啊 乱了 现在出了好多的奇怪的说法 一塌糊涂 大家有一些朋友们也是看不懂了 看不明白了 其实呢 我们是这样啊 我们分析一下美国这个政治版图啊 简单来说呢 西方这个政治版图和东方的政治版图 它是不太一样的 有朋友说 陈老师你说的怎么不对啊 川普是总统 这个他有一切的行政权利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别人没有的话 别人怎么能怎么样 如何如何呢 哎 这个就是我们要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未必我们说的是正确 但是我们根据我们的了解呢 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比方说在台湾 如果是在西方国家 比方说是在台湾 或者在亚洲一些国家 某一个人当了总统了 他可以撤换一系列的人 他换了部长 部长可以换下面的人 可以换法官 可以换检察长 检察长可以换他下面的人 这一下一串都可以换掉 也就是换成他的自己的人马 这样他比较有利 他的政策 发号施令能够通下去 对不对 我当了总统了 我任命一个部长 部长在任命一个他的局长 他的局长在任命他的科长 这样一下下去以后呢 我的所有的指令都可以贯彻 执行 对吗 这是很正常的 一换换一下 把那一大都路都换掉 把整个自个人马全换上去 这个在东方的这些国家里 都是这样的 没有不是这样的 而在美国呢 就有这样一个不同 也就是 美国他总统选上去了 他任命了一个部长 但是部长下面这些局长 我们说局了 或者是这些公务人员 他不能随便的把人家给开掉 不能随便把人家给开除 人家没做什么错事 整天在这上班呢 你莫名其妙给他给解雇了 不行 那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公务员的体制 这个体制是一直不变的 也就是说 一旦你当上了公务员了 这个铁饭碗呢 基本上就可以吃到死 你不犯什么大的错 如果你自己不想主动的辞职 基本上你就干下去了 总统四年也好 八年也好 就换了 当总统一换 部长就换了 那个是经常会换的 可是底下这个公务员 他不换 你没听说过哪个部长能做到死吧 没有啊 八年四年两年三年 你也没有听说过 美国总统能做到死吧 不行啊 最多八年或者四年 到头了 除非当一枪给揍了 但是这个公务员呢 他就不动 他始终在干这项工作 好 我们老说一个词啊 老说这个美国这个建制派 很多人听不懂 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什么叫建制派 这个建制派呢 就是美国的一批人 这一批人 他们是在这个美国社会呢 是处在这个整个 这个国家公务员系统里面的 这些人 他们当地的 不管是毕业于哈佛也好 毕业于杜克也好 毕业于耶鲁也好 毕业于所谓的藤校 这个圈子也好 他们呢 有自己的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关系 一个网络 这个网络是一个阶层 而这个阶层呢 他控制了很多的 美国的很实权 都控在这个地方 他们这些人 就叫做建制派 这个建制派 他们喜欢谁 他们就可以去影响媒体 影响整个的政策 以及影响 甚至在华尔街 在金融圈子里边 都存在这样的一个建制派 这些人手里边 他们有权 我说那个权呢 不是总统那个权 有实权 同时呢 有钱 他们有金钱 所以他们就认为 美国应该是这样 按照我们的思维来走 如果你新上来这个总统 按照我们的思维去做的话 没有问题 你做了八年 以后换人 如果你不按照我们这个想法去做的话 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把你弄掉 怎么弄掉呢 你现在可以看到了 媒体 他们能控制 司法 整个司法能控制 行政单位 州一级的州长也好 州务卿也好 选举委员会也好 这些都是美国的叫中产阶级的实力派 这群人 他们如果不喜欢川普的话 他们就想办法的弄掉 根据过去这N多年走下来呢 他们发现 川普是一个最不听话的总统 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川普呢 前两天欧老师也问这个问题 说川普那么多人恨他 什么原因呢 他做了什么没有吗 你从明面上 你还真看不出来 川普做了什么最大恶极的事情了 有贪污吗 没有 有桃色新闻吗 没有 有腐败吗 没有 孩子有捞钱吗 没有 整个都没有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过去传统政客的那些 贪污腐败 龌龊 还有这些 淫秽东西 在川普身上 都没有的情况下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这么恨川普 这就是欧老师之前问的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 你要问普通老百姓 老百姓觉得说 我没恨他 不恨他 不喜欢有可能 这怎么不恨呢 因为看不出来 我们为什么要恨呢 他到底从谁家拿钱了 过去的到底是贪污了多少钱吗 他连工资都不拿 他贪污什么 一分都没有 实际上呢 答案是在哪呢 是在 整个的建制派 他们认为川普是一个最不受控制的总统了 我们希望你颁布一个法令 把一个资金这样 而川普不听 不听你的 他用他的方法去做事情 我们希望加入那个那个地方 川普说不 退出来 为什么 那个没有意义 那个是浪费我们美国人的钱的地方 不去 为什么 他不去呢 他认为把钱打的那个地方 不是真正的要做那个事情 这个钱不去向了 去了某些人的腰包里边了 川普知不知道呢 他知道 所以他退出了很多的 这个协会也好 组织也好 退出来 他让美国人厂家回来 到我这来设厂 来给我解决点就业 老百姓喜不喜欢呢 当然喜欢了 但是老百姓喜欢了 那些财团们 那些跨国的商人们 他们喜不喜欢呢 不见得 因为在中国比方说 劳动成本低呀 工资低呀 环境其实还可以呀 跟政府靠好关系以后 政府可以给你开很多很多的绿灯 这是有啊 回到美国呢 税收高 人工高 还不能乱来 正规规的 很多商人他们并不喜欢啊 他们喜欢那种乱一点地方 只要把政府的官弄好了 一切都绿灯 他们喜欢这样啊 这样可以获取暴力嘛 你要正正规规的挣钱 你这辈子 你不可能突发致富 但是在有些地方就可以 因此在整个这个建制派这个圈子里边呢 他们就认为 过去的N多年走下来 川普是一个 唯一一个不听话的总统 不听我们的话 不受我们的控制 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我们想要的资金 我们想要的拨款 得不到 所以 这个就是要干掉川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们那个阶层不喜欢了 因为什么 不实惠了 拿不到东西了 拿不到利益了 而川普把这利益弄哪去了 他自然有他的分配方法 对吧 所以呢 就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说 现在到底是 什么人在反对川普 为什么那么多 不管是州也好 司法也好 还有这个选举委员会也好 大家都去反对川普呢 那跟美国的前一段时间 这个媒体整个的网络封杀 网络控制是有关系的 过去我们说主流媒体啊 CNN呢 现在让我们看CNN 对不起 不想看 为什么 不信 现在要强行让我们看NBC 不看 可是呢 现在怎么样 就是YouTube这平台 完了 你要是不看CNN 你要是不看NBC 你要在这个地方去说 拜登怎么怎么着 不行了 不让你说了 所以我们今后 我们这个栏目呢 可能就要改变话题了 就是前面一段时间不正常 很多原因 大家慢慢慢慢会知道 我们有些话题呢 是在美国这个当地呢 是已经不让再说了 不许你说了 没有办法 这个我们过去所认为的 那个美国的社会 和今天亲眼在这个地方 看到的这个美国社会 这个落差现在相当之大 所以我前两天跟欧老师说 你把那某些书给扔了吧 扔进淡水盒吧 别看了 别研究了 没用 等于零了已经 是吧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所和大家分享的 一个话题之一 有朋友也问我说 到底是川普当总统 对台湾更好 还是拜登当总统 对台湾更好 有朋友问这样的话题 我是觉得 其实他们两个人当总统 对台湾差别都不大 也就是说 川普他代表了 他的一种特点 但是在川普当政的时候 美台之间的关系 在有些方面 并不完全受 川普的本人的控制 这是又回到 我们前面的话题了 他有一个 整个的一个 建制派体系 对吗 就好比说 有网友说 也有朋友告诉我说 其实在美国 司法部也好 FBI也好 什么也好 在抓捕孟晚舟的时候 据说川普是不知道的 不是川普下的命令 要抓捕孟晚舟 不是的 是那个机构要这样做 那到了今天 玩了这么长时间了 孟晚舟还在加拿大 并没有被引渡到美国去 在这过程当中 你知道孟晚舟或者华为 花了多少钱吗 这些钱都去哪了呢 打官司 给保安公司钱 这大笔的资金过来以后 谁获得好处了 不是川普他本人 是有那么一个阶层 从孟晚舟这个案子上 获得了巨大的资金 现在孟晚舟都是叫律师团 都不是一个人 有钱呢 这个银子大大的 跟摇签树似的 随便找个小事 开一下庭 那摇签树哗啦 咚咚咚 一堆银子掉来了 过两天再来一下庭 一开庭 咚咚咚咚又掉来了 你看孟晚舟这一年两年 这过程当去了多少次法庭了 解决什么事了吗 到现在一个都没解决 但是银子呢 咚咚咚咚咚咚咚 不知道掉了多少银子了 这两天 那个新的新闻就是 美国的司法部 在国内没做什么事情 川普说 司法部长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没听见 没听见 司法部现在要跟孟晚舟协商去说 你认罪吧 你认罪了以后 就省着我们再引渡你了 你就可以回到中国去了 就把加拿大两个人给换回来了 你看到了现在 那你第一天为什么不说呀 都玩了一年多两年了 现在就是你认罪 钱已经当当的差不多了 腰包已经鼓的不能再鼓了 现在孟晚舟就准备回去了 而这个指令是谁下呢 没觉得是川普下的 我怎么觉得 我怎么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个声音过来 如果孟晚舟认罪了 那又怎么样呢 就回国了 然后呢 华为呢 这边的机器已经没有了 已经看不见了 已经没有人在卖了 是不是华为的机器重返美国 重新在卖呢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你就看 很多事情 它是在玩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没有 它有司法摆在那儿 如果有司法的话 那你说 它既然有罪 那你该引渡就引渡 你就简单呀 那么复杂干什么呢 不 它不引渡 抓了你 哥在那儿 你先脚上给我带个东西 你先聘几个律师 律师费高昂的不得了 然后这边敲楼打鼓 马上要怎么怎么样 那银子哗哗哗哗的掉啊 掉到现在已经掉的差不多了 觉得 嗯 你可以了 准备回去吧 为什么呢 这已经换取一笔 有一笔资金在底下在走动了 这笔资金就不要让律师挣了 让另外一个人挣一点吧 对吧 那个人挣完了以后 行了 你就给他放了 我就不引渡你了 这个就是狄东升所讲过的 哎 底下交易做好了 就OK了 怎么做 狄东升都已经说了 我们说 前面说狄东升这个事情的 很多朋友 有很多的说法 很多聊法 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 确实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他代表的是谁 他说的这些话 他是在帮谁吗 还是在黑谁 你可以仔细看 他说那个话内容 这个话说完了以后 核心程度 其实他倒是在帮助川普 澄清一个事实 就是川普从来不贪污钱 不管谁的钱都不贪污 再有呢 他又帮助川普澄清一个事实 川普指责拜登 儿子这些在外边 一切一切的事情 是真的 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这个讲话 听说在中国国内 中国大陆都没下架 已经没有了 在美国这边 这两天还在滚 还在游 大家还在觉得 原来是这样 因为他那个人是 体制里边的一个人 按照他的口气 就是他通天的口气 他什么都知道 他一切都知道 搞不好 有些都是他亲手 直接操作的事情 可是他为什么 要给说出来呢 很奇怪吗 我们觉得很奇怪吗 这一说出来以后 有点震动了 美国的一些 不明真相的人了 呦 还可以这样呢 呦 拜登原来是这样啊 呦 川普原来还没那么坏 对啊 很多东西就是 川普有那么坏吗 狄东升那个地方 其实给了很多答案在那边 这个讲话里边 虽然不长啊 内容很丰富 我们呢 前面是稍微做了一个分析 就是你说出来 我们就分析什么吗 根据我们的感觉 我们感觉是这样 那本天他这个目的是什么 我们不清楚了 但是效果呢 确实在帮助川普 澄清认为 川普是一个不贪污的人 而拜登是一个 可以被控制的人 就是这么简单 另外是不是他也在提醒一下 美国 你们这个总统 是我能捏得住的人 是不是在提醒这个事情呢 这个事情有意思了 让大家很多 不能接受这种现象的人 先前两天叫说呀 说呀 讨论讨论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就是那种样子了 过去一直都是 没有人说就是了 今天突然有一个人 直接的公开的说出来了 而且还不是美国国内人说的 还是外面人说的 这对美国怎么样 美国还那么自豪吗 还那么觉得很能标榜自己是 整个世界的民主楷模的龙头吗 恐怕早就有人不这么看了 那老百姓呢 慢慢的去理解吧 慢慢的去觉悟吧 好吧 今天我们和网友沟通就到这儿 今后我们的话题呢 可能会要转一转 转一转的话 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地方有限制 这个不可以说 那个不可以说 只能说拜登好 不许说拜登不好 好 今天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